103. 信息日報 以季度投資動向曝光信息技術股成基金重倉 2015年7月22日徵券A14-21日 基金以季度全部公布完畢 基金在以季度的投資動向得以全部曝光 從行業配置變化看 基金大幅減持了金融、製造業、 信息技術和房地產等板塊、行業集中度大幅下降 基金核心重倉股中 信息技術個股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 顯示出基金對成長股的追捧 據證券時報減持傳統行業股增持景氣消費股二季度 傳統行業大盤股遭到基金大規模減持 其中重倉中國平安的主動編股基金數量 從一季目的180隻銳減到103隻 從倉興業銀行的基金數也從一季目的 多達158只減少到97隻 由於汽車銷售疲遠 汽車股也遭到基金大舉減持 長安汽車被減持最為顯著 此外、金螳螂、長城汽車、保利地產、 中國泰保、華泰證券等各股也遭到基金明顯減持 在上述傳統藍籌股遭到減持的同時 一批新興成長股或高景氣藍籌股被基金大舉買入或增持 其中萬達遠線、東方航空、南方航空、 五良益、澳非動漫等各股被基金增持幅度最大 在銀行股中,以招商銀行和興業銀行被基金增持幅度最大 從倉招商銀行的基金從一季目的23隻增加到二季目的50隻 總體來看,基金二季度重點增持了醫藥、 基本面向好的消費品和信息技術股等三類個股 經過上半年的連續減持 傳統行業在基金中的賤比創出歷史新低 截至6月底,主動基金整體配置金融股的比例只有3.43% 逼近歷史新低,對房地產、批發零售、交通運輸、 建築業等傳統行業的配置也處於極低水平 信息技術股佔重倉股一三重二季末基金核心重倉股行業分佈漢 信息技術板塊絕對是基金重倉股的中堅力量 根據天商投股對基金二季末十大重倉股的統計顯示 在基金重倉市值最高的五十隻核心重倉股中, 信息技術板塊各股佔據了十七隻,獨佔三分之一強 其次為醫藥股、消費品、銀行股、航空股等 這些品種構成了當前基金的核心持倉 儘管遭到大規模減持,但以重倉市值計算 二季末中國平安依然佔據基金頭號重倉股寶座 中方財富和萬達信息兩隻信息技術龍頭分別 為居第二和第三大重倉股位置,興業銀行和增序 此為居第四和第五位,伊利股份、遙額通、 招商地產、招商銀行和石基信息分歷第六到第十大重倉股 廉價航空公司龍頭春秋航空高居基金重倉股第十一名 停牌潮至市超限持股浮現六月中下旬股市大幅下跌,停牌個股大面積增多 而股市過快下跌一度出現流動性危機,基金無從吊倉 這使得基金持有單一個股超過正值百分之十的情形大量出現 截至六月底,基金持有單一個股市值超過百分之十多達一百四十四隻持 其中華商領先企業超限持股數量最多 其前四大重倉股華夏幸福、中國武儀、聚龍股粉和增聚 同樣,上銀新興價值前四大重倉股市值也全部超過正值的百分之十 這兩隻基金超限持股最為嚴重 華商策略和公銀紅利則出現前三大重倉股市值全部越過百分之十上限的現象 從單一個股超限情況下,共有七隻基金的頭號重倉股市值超過正值的百分之十 其中信大拓銀配置持有招商地產市值高達正值的百分之十點零六 市上限的兩倍,這是由於招商地產自4月3日起就一直停牌 整個二季度只交易了兩天,而基金遭遇正屬回後 持有該股的比例大幅度上升 注學科技成員 除非 разреш的總統 貼到重複… 支持二季度